大家好,我是八戒 今天是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美国又要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大众们发钱了 美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已经偏离了这个主题了 常言到天上不会掉馅饼 最近掉的不是砖头就是锅 所以说人在家中做锅从天上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年的行情特别的反常 美国人民已经被馅饼砸中了一次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美国人民已经发了一次钱了 每个家庭每个个人获得的补助从一千两百美元到最高三千八百美元不等 那这个相信大部分华人的朋友也已经账户里面已经收到了这笔款项 但是这个第二次这个馅饼砸到你头上的机会啊 又要来了 也就是在后天 本周五在美国华盛顿 众议院即将开始一轮新的投票 这次发现的法案的名称叫做英雄法案 Heroes Act 这个法案又被称为健康和经济复苏综合紧急解决方案法 大概意思就是说又要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发钱 不然啊他们真的一个一个的都要破产了 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法案的内容 好 这个法案呢分为两大块 第一块是关于家庭和个人的发钱补贴 第二块跟上次一样是关于企业的发钱补贴 我们这个视频分两段来说 我们先说华人比较关注的这个家庭跟个人这块发钱的政策方针 好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发钱的方案 这个发钱的方案啊 朋友们可以上美国众议院众议院网站去查看 本次发钱的方案 我已经download了下来了 总共的法案一共有1815页 这老美啊真的是很狠啊 在短短的一周就推出了1815页 不包含图片是纯文字的一个法案 你光看这个法案就要看好几天 好 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是面向美国的这个儿童和美国的家庭和美国的个人发钱 每个家庭最多可以获得6000美元的财政补助 6000美元怎么算呢 如果你是夫妻在美国报税的话 你的这个 18年19年报税额 小于15万美元 那你一家两口人可以每个人可以拿到2400元的补贴 两个人可以拿到2400块钱补贴 一家四口呢是1200乘以4是4800元 如果是一家五口那就是封顶是6000美元补贴 如果是个人报税 那就是1200块钱补贴 所以说啊 这个一般来说 生三个孩子 在美国是比较的实惠 因为他封顶就是6000美元补贴 好 我们来说一下 这次发钱的这个政策覆盖到哪些人群 上一次发钱的政策没有包含留学生非法移民 和仅仅在美国有这个税号的人们 这次的法案呢 他的覆盖人群 把这三个部分都包括了 为什么他包含留学生群体呢 因为包括我们中国的留学生 他在美国这边 他在这些学校留学的时候 他可能帮助学校图书馆 整理书籍啊 帮助他的教授 他的导师做一些项目工作呀 那他的学校和他的导师们 都会帮这些学生去申请美国的税号 或者是运气好的 会拿到美国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也就是SSN 那这样的话呢 这些留学生群体 也是包含在这次的补助当中 所以这个 美国人民啊 眼看的就要破产了 要不是靠政府来接级一把 真的123都得宣告投降 但是这个法案是星期五在美国众议院进行投票 所以能不能获得通过呢 这还打一个问号放在这里 这个法案呢 还包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福利 将三月份通过的K24法案 将每周600美元的联邦额外失业保险补助金 延长到2021年的1月底结束 原来只是到2020年7月底结束 所以他整整的延长了半年时间 而且啊 你们都知道美国学生比较穷 他们上大学啊 基本上都是自己贷款 这次法案呢 也覆盖到学生贷款这块 将学生贷款的付款payment 暂停到2021年的9月份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 在往后的这十几个月当中 学生贷款的这个有压力的朋友们 可以暂时不用去还那个学生贷款 也不会产生支纳金 也不会把你拉到信用名单里面去 并且啊 这个法案还提供了1750亿美元 帮助那些低收入的家庭 支付什么呢 支付你的房屋抵押 贷款呢 就是mortgage payment 还有这个你要是租房的人群 对吧 合租的也好 自己一个家庭租房子也好 帮你付一点租金的补助 以及你的水电费 还有这个property tax的一些补助 都包含在这次的1750亿 这法案里面 这次的法案总额是多少呢 这次法案总额创纪录的达到 3 trillion 大概是多少钱呢 3万亿美元 3万亿美元的补贴 在这个法案当中 有一条是针对保护租房者和owner 房东免受驱逐和免受 免受这个房屋被法拍的这个侵害的条款 也就是说为期12个月 在这当中如果法案被通过 从法案通过的时候 到将来的一年当中 有房子的人们和这个租房的人们 不用怕被房东赶出家门 也不用怕被银行收你的房子 帮你赶出家门 所以近期啊 指望这个在美国市场抄底的投资者 可能要失望一下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可能你们要失望一下 因为如果法案不通过 按照目前的数据来看 基本上已经这个 被这个法拍的房子的这个上升啊 已经很快 上升率啊 已经提高了不少 就是没有很多的美国人民啊 已经没有钱再付他们的payment了 房屋抵押贷款也付不起了 所以大家可以超级简陋 但是他这个条款一出的话 未来12个月都不会把它拉黑 信用也不会拉黑 信用也不会受到损失 也可以让他暂停去付这个mortgage 付这个public tax 所以说法拍可能要暂停要缓一缓 所以这个想超级的朋友 估计要等一等 怎么样去拿到这个钱呢 对不对 这是我们华人朋友最关心的 我怎么样去拿这个钱 这个跟上次KARS法案的是一样的效果 美国国税局RRS会自动抓取 在美国有过报税记录的人们 2018年和2019年 你如果有过报税的话 他会自动抓取你 抓到你以后呢 你可以上RRS的网站 你会查你的搜索 查你的相关的税号 会显示一些信息 如果呢 你已经绑定了你的退出账户 这个钱会自动的退到你的账户里面去 如果你没有绑定呢 把你的信息一输 你就绑定一下你的个人的银行信息 这个钱会自动的打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去 或者呢 你什么都不会 那没有关系 那这个国税局会给你专门寄一张支票 我记得到你家信箱里面去 相信华人朋友肯定从各方面的渠道 已经把这个路子已经都摸得熟熟的 这个前面这个钱肯定都大家都已经拿到手了 不过这个共和党啊 现在对于这个法案的通过持有这个否定的态度 持有消极的态度 共和党认为前面已经花出去了连点二万亿美元 这个还没听到声音响 这个钱还没看到效果 你这边又要来一个三万亿美元 这个财政是美国财政受不了啊 这个所以这个共和党可能他控制的参议院 可能不会让那个法案通过 所以现在呢 我来回答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也是国内的朋友比较关注的 美国发钱是不是真的发钱 还是假的发钱 还是骗我们所有的人 好 这个相信居住在美国 生活在美国当地的朋友 并且已经领到钱的朋友 一定是有个肯定的答复 这个钱啊是真的发 因为上一次已经有很多的华人朋友 我们身边对吧 大家心里面应该都清楚 已经有朋友已经拿到了这笔钱 上一笔钱是怎么发的呢 是一加四可 双方大人是拿1200加1200 孩子是拿500加500 年收入也是在15万美元以下 也就是3400美元 上次的封顶呢 是3900美元 也就是说多一个孩子再多给500 也就是3400加500 如果是个体呢 一个人呢 那就是1200块钱 1200美元 所以这个钱是真的发 再来回答一下大家的下一个问题 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去发这个钱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这个钱啊 是美国财政通过向美联储借贷 美联储就是美国的央行 美国财政代表美国政府 美国财政部向美联储借钱 借这个债务 借这个债务 然后把这个钱打包 把他发出去 补贴各行各业 补贴中小企业 补贴个人 补贴家庭 把他发出去 然后这个钱是寄在美国的账上面 寄在美国的债务上面 所以现在美国4月份的财政赤字 达到了7380亿美元的创纪录 因为往年啊 4月份是报税季节 美国这个财政是有盈余的 但是今年是财政是赤字 7380亿美元 截止到我发稿 现在哈 这个5月13号 现在美国总的 美国政府总的欠全世界 所有债主的钱 美国欠全世界所有债主钱 是达到25万亿美元 这个规模是个天亮的规模 基本上美国政府啊 每一年他的财政收入啊 付这个利息都不够 所以我们这次留学生群体 可能也会拿到这个实惠 所以这次留学生们 也要积极的关注 这个你们的银行账户 或者你们在之前留学过程当中 18年19年 有没有跟美国这边报过税 如果你有报过的话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你可能会拿到1200美元的这个补贴 包括在美国这边 做点小生意的 两边跑的人 他在美国这边有税号的 这个赚取的利润 在这个75,000美元以内的 也能拿到这个钱 所以说 这个美国人民啊 真的是很穷啊 不靠政府补助 连这个锅都解不开了 没办法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这个家庭版 这个发行的套餐内容 我们就先给大家聊到这里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个这次的法案 对于在美国经商的 小企业主们 有哪一些补贴政策 好 我是八戒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 谢谢